阿姨好 哎呦一段时间不见又长高了 快坐下来别跑了 大家安静一下 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小溪 比起其他人 小溪的哥哥姐姐很特殊 小溪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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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散事 这种有胜利用的好好 是 小银继续 hablar 杓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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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汤汤很甜 给你尝一尝 爸爸不吃 小心吃 来 吃点菜 爸爸出去看一下 小夕的爸爸离开了之后 小夕就和妈妈在一起生活 半年后的一个雨天 小夕的妈妈也离开了她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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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妈妈 妈妈 不要走 妈妈 妈妈 之后的日子 小夕就和奶奶生活在一起 六雷是哪 六雷是哪 那不是小夕吗 小夕就和奶奶 母亲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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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野孩子 女孩 打扰 贝 失去希望 愤怒没有出口 于是小夕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从此 她成为了人们眼中的坏孩子 快帮我 我来 明天我们去打吧 好 好 你还是帮我上班 该学会抽烟了 不过很幸运的是 小夕有了哥哥姐姐 虽然她们没有魔法 但总能在她需要的时候出现 你去哪里啊 我去见小夕 我怕我去迟了 小夕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好的 小夕 你干什么 对不起 小夕 小夕 每当小夕即将看错误的时候 哥哥姐姐都会及时帮小夕按下暂停键 他们就像超人一样 总能及时出现在小夕的面前 医生 后来的小夕在他们的陪伴下茁壮成长 你们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吗 他是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一名社工 他也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 他是人民检察院未检部的检察官 他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小夕 你就是越来越棒了 其实 小夕是我的小明 他们虽然不是我真正的哥哥和姐姐 但他们比亲人还亲 是很多孩子的哥哥 姐姐 在他们的帮助下 我努力读书 认真学习 最后 考上了大学 成为了一名社工 帮助那些和我一样迷茫过的孩子 老板 不能消灭成年人受烟 不好意思 小朋友 我们不能抽烟哦 走吧 生命 最坚强的力量 是我们去创造 去忍受 去改变 去爱的能力 真爱无华 大爱无声 他们用爱 浇灌每一朵花儿 用心 守护每一位孩子 爱 是迷茫路上的一盏明灯 哪怕是微光 也有希望 福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